嗨 Yulibun 我的朋友们 今天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泰国之旅的购物分享 然后呢我会按照购买的地点去进行分享 这样子大家在如果你也去那个地方 然后你也喜欢这些东西 那你就可以在那里买 就是说不会按照种类去分 这样子大家比较方便购买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次去的话呢就主打一个 就是融入当地的这个风格 所以我没有说就是 而且我也想明白了就是好像很多东西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说小红书上他火 我就买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是一直抑制住自己这种 就是跟随小红书去打卡去买的 这种心情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你看到那东西你就想说 中国也有你不要背那么辛苦 就是回去的话可能价位也差不多你也可以买到一样的 甚至可能在淘宝或是 TB或者是1688可能会更便宜 对吧那何苦就是背的这么辛苦 但是如果有一些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我觉得当时当地我就是一定要 拥有它 我就是想要自己背回去也会有那么一两件商品 是这样子的所以好吧就是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了 第一站去了这个Terminal21 看到一家彩妆店好像是 是这个 Eve & Boy 你看这个带子 这个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 这个袋子 然后我是在里面就是买了几根402的这个 口红 然后这个妆柜早些年去的时候 有买过一个就是 Kiss Me Harder 你知道吗当年很火的那个 Kiss Me Harder 然后那个颜色很好看 两个贵姐就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还是直播还是干什么 然后就手上就涂满了试色你知道吗 然后她她人也蛮nice的 你知道有时候购物 你就不是说那个东西有多好 但是有时候那个东西还不错 然后那个贵姐又很热情 那你就是反正我这种人就是会 会为了这一点然后就购入 然后当时呢换算了一下也不是很 这个怎么那么难开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好吧就是又有点消费主义上头 就是这个你看好可爱 有没有很可爱 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心情就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她又像是在我 对我就是微笑的样子 你看这个包装有没有 非常的微笑的样子 就是这个颜色给大家试一下 我不是我只是够分享啊 我不是什么美妆博主啊 就是我们家的光可能也不太行 就是这个04号 再给大家试 这是04 哎呀你这个聚焦 这是局一点的这个是03 红这个是04 然后这个是 十二你看非常的丝黄 就很水润 哦好喜欢 反正感觉2024年的口红都可以不用买了 虽然出门之前告诉自己2024绝对不能再买口红了 但是没有办法 它真的很便宜呢 它好像才 呃现在的话只要198株还是178株了 忘记了反正很便宜 然后这个好像 这个你看这个包装 对你看这个包装多可爱 它上面是每一个不同颜色上面都有一个 这个是love lessons 我们来看颜色 sorry它是new的啊 它不是barr 它是new的 啊 哇 이렇게 叮叮 你看到这个质地吗 嗯 纯泥哦 哇 才179 我记得 179除以5 你自己算一下吧 我数学实在不好 就当时 反正在泰国买东西就是这样 你就脑子中好像觉得 除以5一切都很便宜 然后我这数学又差 所以 嗯 差不多不超过200株的我都是 喜欢就拿下了 嗯 这个也是好像也是170 这个是另外一个 silly 0.7号 我这买的颜色其实都差不多的 就是这种橘的 我日常会用的比较多 所以会买的比较多一些 橘的 红的 你看 也看不清楚啊 反正 就大家就是 可以拥有 橘一点 这个是1号 然后红一点 这个是7号 然后这个是 17号 哇 都是我的lucky number 都是7 这是love lessons 好 然后就口红买完之后 我没有想买底妆来着 但是就是 那个小姐姐 她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我觉得她的妆容太 就是太好看了 然后我就问她说 What's the foundation呢 What's your foundation 然后她就很激动 就感觉就是那种小女生 之间互相分享那种心情 就疯狂的给我推荐 但是呢 这几个底妆糖品 我当时就是 还压制住了一下这种 就是消费心理 对吧 然后我就没有买 嗯 我就是让她在手上 给我试了一层 她上妆的这个过程 就先涂什么 再涂什么 再涂什么 涂了三四层吧 然后还给我喷了那个定妆 喷雾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我带我回来 就是看一下她的妆感 我再买 但是后面我就抑制住自己 然后逛了逛了 我也在那个Terminal21里面 就迷失了 所以我就 当天没有买 但是后来 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有去城市 当时去城市 就是你知道 第二件 就是同等价位的 听清楚哦 春节期间都有这个 这个羊毛哦 就是同等价位的第二件 只需要一块钱 一块一株 那合起来的话 就相当于第二件半价了 就第二第二件 那就相当于半价 什么第二件半价 这数学真的太烂 所以呢 当时我就是 就是去里面 然后就 就买了这几个 嗯 这个好像是说 是一个精华类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精华 然后这个是她的这个 适合 这个比较适合油皮哦 说实话比较适合油皮 因为它比较干 然后比较持久 它叫 Pro Skin Longwear 你可以看到 它叫Longwear Foundation 所以它的那个 嗯 比较持妆 所以的话也会相应的 相应的会比较干一点 那当时那个小姐姐就说 嗯 可以把这个 夹到这里面去揉一下 然后再上妆 但是其实 那一天不知道 是不是我没有休息好 所以 就是妆 自己的皮肤状态 也不是很好 所以那天我去逛 就最后一天在泰国 我试了一下 就是感觉还是有点拔干 这个色号是 10 10 10 Light Beige 是最白的那个颜色 这两个好像是 100出头两瓶哦 才50多块钱一瓶 还要什么 Try it 嗯 嗯 这个是它的一个 类似于 装钱吧 紫色的 装钱 然后这个是 反正就是 第二件才一块钱 值得拥有 在 Terminal 21 我想说 就是看到一家 这种锅碗瓢盆 那种木制品的 我就 巨爱 所以我就 我给 我给我的妈妈买了两个铲 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我妈非常喜欢这种木铲 然后我就给她买了 虽然 国内肯定有 150株 Made in Thailand 然后 而且那家店很香哦 这把东西下来有点香味 嗯 然后这个是 95 这是 打饭的 然后这是炒菜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买了一大包的 这个 嗯 肥皂 也是在 Terminal 21里面 然后那个肥皂的话 就是 这个好像是 50株一个 对 50株一个 我试图跟她讲价 然后 你知道出门在外就是 还是想说讲价一下 然后她 她说不行 她说原价是90株一个的 她说啦 但是 Anyways 嗯 还蛮香的 你看这个柠檬味 柠檬的 超香 然后这个是 白玉兰花 是白玉兰花吧 反正 香 嗯 香 很泰国的味道 而且不是那种很香精的味道 是很好闻的味道 这是蜂蜜 这个是 榴莲 你看超精致 超可爱 叮叮叮叮叮 艾利芬 艾利芬也有自己的味道 然后接下来是 将将将 它买了 可可 可可 这几个味道都蛮好闻的 我还买了一套 你知道大象符 这下面它会有照 你们看到吧 反正就是蛮好看 它其实是男装 但是我这种 body size 就是可以穿起来 然后上面我给自己配的是一套这个 它其实男装我买了小马 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日常搭配牛仔裤在夏天 在海南也是可以穿出去的 原价是390 390标价写的 390标价写的 然后我就在一直做数学 我觉得是好像有点贵呢 是吧 然后就是跟它砍了一下 我就说700桌两条怎么样 然后它也不肯 后面好像是700 750拿下的 750拿下是有什么可骄傲的吗 好像也没有 所以但是我就很喜欢 我就觉得可以拥有了 算了算了 而且它质量真的比那种夜市上面的好一些 然后我刚好逛到另外一家店 它依然也是这个价钱标价上面 所以我想说那个脑奶奶应该也没有坑我太多了 不管反正我就是买了 晚上的时候我就去了谢罗广场商圈附近 但是那个商圈 我觉得就是那什么奢侈品 我还买不起 然后那些什么牌子的衣服 我说实话我也不是很 就是不是很那么 就是缺衣服 就是没有必须买 然后我去逛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年纪就是那个不知道我是没有逛队 我觉得有一些有点太太太是辣妹 就是那种太剧里面那种正剧里面的辣妹 还有一些是太端庄我没有什么场合能够用上 所以我就是乱走 我当时是想去谢罗广场上面就是Science Center 去看看能不能偶遇到一些就是青少年在你知道一些演奏的现场 我就想看那样体验一下那样子的现场 所以我走的其实是那个广场外面 然后走过走 我就看的是这个叫什么90s 90s 这个小T恤还蛮可爱 然后价位的话 当然它有一些正价的就不是很合理了 我觉得在淘宝上我也能买到 就是它质量也没有很好 还是有一些小线头 但是这几条是当时刚好在做活动了 我就买了 你看 就是做活动之后 它跟淘宝价钱是差不多我能接受的 然后当时我也蛮喜欢 我就购入了 就是你看它弹性还蛮大 这种消费心 然后这个小猩猩也很好看 你看 他们家的说实话 正价的都不值这个价 就是都不值正价 你就算买一些打折的 你才觉得它值得购买 然后呢 另外一条 谢罗广场 你看它这个 这个 是不是很可爱 你看这白色这个边边 这种设计 袖子这也是有白色边边 嗯 like it 我这个灯光 就是它是那种奶黄色的哦 就是我这个相机的灯光 可能可以偏暗偏绿 其实是奶黄色 你看多可爱 啊我就是很喜欢这种 还有白色是不会出错的颜色 白色 这个的 其实这个的版型 我不是说那么喜欢 你看它的版型其实是有点落肩 对于我这种离形身材来说 其实是会有点显胖的 但是我很喜欢上面的字 它说 This is your life You can be anything Right You can be anything So I got it So I got it Anyway I got it 然后这个呢 我是想送给我朋友的 你看它上面写着 You are extraordinary 然后这些蝴蝶 你知道就有那种 就是 绽放 然后重生的感觉 然后这个配色也很好看 就寒里寒气的 但我觉得这些 泰国是有点 哈哈哈哈日哦 餐厅好多都是那种 日料店 然后卖的衣服也非常寒 你看那个gentle woman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你买过多少之后 就可以送你一个 那个叫什么 送你一个帽子 所以当时 或者是一个T恤 你自己挑 然后当时 你看还有这个包装 上面挂的一个什么 恭贺新春来的 那个小牌子 我掉了 然后这个帽子 也是有它的logo 估计要卖 在店里面卖的话 也得购 也得购80块 然后 这个帽子 那我今天没化妆 就不出镜了 我进门第一个看到 其实是这个包 我很喜欢这个包 然后390株 这里还标着 390株 就是45路等于40 40话除5就80 我都是这么算数的 然后 能接受我就卖 然后这个包包 牛仔包包 很可爱 哎哟 你看看 90 小包包 yes 帮完这一家之后 就去那个 就往边上走 当然就是 如果看到这家 它是在差不多 就是那个路口旁边 就很好看到 然后你就往里面走 就可以 就是横着走 可以看到那个 daddy什么之类 那个蓝色 就很 很好看的 门面很好看 但是进去之后 感觉那个东西都 就是 那个 你要但凡追求 有点质感的 我就觉得那家店 那些店不是很好 当然 这个的话也就是 及格的线 就在这个价位 它打折这个价位 里面的及格线 OK 然后呢 我就是又一整个乱走 因为实在也没有找到 那个 好像那一天不是中午 反正他们就没有活动 我就没有看到 然后我就继续走走走 乱走你知道吧 在那个商圈附近啦 逛到一家杂货铺 就是我是下那个楼梯哦 那楼梯下来就是了 待会 我会 我忘记那个店名叫什么了 我会贴在边上 好 然后呢 我就在里面 天哪 就是那个 就是那小东西 又很喜欢 然后它的价位很合适 比如像这个包包 一样 但是你看这种是平面的 有点那种鳄鱼纹的质地 鳄鱼纹的质地 然后你就这么背 它就会形成 放东西多一点 它就会形成 一个这种小三角的感觉 你看 然后 这个才50块左右吧 反正它皮的质感 就质量还蛮好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磁 磁铁 磁铁 还有其他颜色啦 白色什么 我就挑这个 可以去Vlog里面看一下 然后 这个 也是 最近我就很喜欢 这种鞋块 很方便 你看 这个 这个有点日系 那家店里有点日系 杂货铺的感觉 然后你看 这个我在网上 好像没有收到了 这里面是这种 就是麻痣的这种布料 然后这个 做工真的蛮好的 然后这个好像也才50左右吧 我不太记得价钱了 50左右吧 还有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可能30左右吧 这个帽子就很好看 比刚才那个 就这么看一下 比刚才那个 大一些 就冒盐大一些 会显得脸 好看一些 辣货铺的店 还卖 超级多的香薰 蜡烛 超可 而且那个盐 就是它的味道 都好奇特 就是 因为想说 这也能成为一个味道 但是的确闻起来 就是那种氛围感的东西 我买了几个 这个当时也 差不多20块一个吧 20块人民币一个 然后这个味道 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是 国内 很难找的吧 你看 这个叫 baby cloud 就是天空的味道 就是天空的味道 baby cloud 巨爱天空 然后这个是 Water Plum Ultin' 就是那种柠檬草 就是午后那种花园的味道 再想一下 在七号药里面买的 这一袋 首先 就是因为第一天 晒得有点严重 我去 我去那啥 我去旅游的时候 总喜欢 就是在酒店里面 晚上回来之后 很累 就可以敷个面膜 然后这个面膜 是我自己乱拿的 简单的补水就好 然后这个才20株 20株的话 才4块钱人民币 我的老天 就是 那当时可能也是在搞活动吧 原价好像是39 但也很便宜 还是59来着 反正就是20 我就买了 好多 它的那个面膜纸 真的超丝薄 然后第二天状态敷了之后 也很好 然后 没有什么异味 就是 没有什么香精的气息 然后 我后面又去回购了几宝 这个发膜 就是 这个是跟着 跟着那个什么 小红书搜的啦 我当时只买了一包 然后我刚好在那边 洗了两次头 刚好分了两次用这样子 就其实可以用三次 但这个容量也蛮大 然后出门的时候 你也不用 就是因为有些酒店的那个发膜不是很好 就是去泰国都不用带东西 因为千万要真的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然后 我后面觉得用了好 回国之前 又买了 又买了几包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家里面用的那个 也蛮好的 就是说带着这个 买这个的话 是为了以后出门 就是那种旅行装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个 应该也是一个 一个那啥的 所以我就也买了说 试一下 随手又拿了两包 然后 还有这个 多分的 这个的话呢 是精油 护发精油 因为你知道那种护发精油 正装呢 在家里面用的都超级重 你是带不出门的 我至今还没有找到说 出门到底要涂什么 护发精油 所以我看到这个之后 就是 就是随手拿了一个 大概69株 69株是多少人民币 十几块吗 反正我就是 当时觉得69株 这几粒东西 然后 我就只拿了一盒 试一下 这个的话呢 是 真的看到 小红书上了 但是我只 克制住了 只拿了两个 嗯 说是粉底液 稍后再试一下吧 但是评论区 我也有看到有人说 这个用了 有些会痴痘 所以在泰国买东西呢 就是这样 因为这些都是 你知道都是泰文 你看不懂 然后 英文的有一些 不一定有英文 你知道吗 所以 你也不知道成分是什么 然后那英文的成分 你也不一定读得懂 对吧 所以呢 就是 就是没有敢拿太多 怕待会上脸的 要有什么不好的 然后这个是我回国的 前一晚上 喉咙就是 冰水喝多 每天两三杯的 那个711的冰 灌下去啊 那喉咙受不住 我就赶紧去买了 买了两袋这个 买了一个 这个 鼻什么 鼻通是吗 里面都是草药 以前买都是那种 一根根的鼻通嘛 家里面还有好多 但是看到这个新款 想说试一下 我就买了一个 嗯 就是非常那种 按摩店里面 你进那个 麻烧机店里面 会闻到的味道 好 那这就是在711的战利品 第四天 我是去看了演唱会 所以啥都没有卖 但是演唱会上面 就是 嗯 收到了不少 贴心的小礼物 哇 然后呢 这个是一些小卡 这些姐姐人真 那小女生人 不一定下出门 不一定碰到多小 多姐姐啊 毕竟年纪也在这了 然后 很可爱呢 你看 她还问我是不是五人粉 当然是啦 然后这个是新春的 哎 然后还怕我们演唱会 是不是喊得太厉害 喉咙出问题 还给了喉糖 一整个爱吃 然后呢 这次呢 我就没有买冰箱贴 因为以前 出去旅游都会收集冰箱贴 就要不然就当地的地名 要不然就是一些什么 有的没的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这个冰箱贴 很多可能估计都是 就是我买了不少 然后呢 很多可能 后面你再买 会有很多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了 因为地名也就那些地名 对吧 你一直collect 那些地名也没有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想说 磁铁卡 然后再放进去 你去旅游 可以拍了一些 好看的照片 你可以贴 就是把它放进去 然后当做 你自己的 冰箱贴 对吧 充满你自己旅游意义的 然后这一次我会选的话 我 必然是要选 这个 这是演唱会的门票 然后 天哪 国外就吃得很好 这演唱会的门票 都是小卡 我的老天 你看 这样子往冰箱上一贴 我一看到它 我就知道 That's the year 然后 这后面 你看这后面是那个 过票信息 现在演唱会已经看完了 无所畏惧 已经看完演唱会了 这后面是 背面是票的信息 前面是这个 爱死了 然后所以这次的冰箱贴 这一次旅游的冰箱贴 就是它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到下一天 演唱会完了第二天 也就回国的前一天 我去了这个叫什么 炸都炸 然后呢 就买了一些 因为这个 我去之前 就给自己 就是脑子里面 set好了 我觉得我就是 去那里感受 然后呢 买的话呢 就是 就是随心走就行了 因为我去之前 也在想 我上面 开哪些店合适 但是我 到现场之后 我就想着说 那一些店 第一很难找 因为炸都炸 巨大 超级难找 而且有些店 你可能就是 你错过之后 就是错过了 你再也不知道 自己走到哪里了 然后呢 所以我就是 后面就到现场的 第二秒 我就放弃了 说要去寻找 小红书上面 推荐那店 因为我觉得 我到现场 我就是要去体验 就是长这么大了 就是心态有点变化 就是觉得我要experience 我要那种体验 我自己去寻找 属于我自己的体验 我不是去打卡什么东西 因为 就是那些 所实话里面卖的商品 真的很多 就是质感 一般般 然后或者是说 它就是一个批发市场 真的很像那种 义无批发市场 然后 所以 就是 你说那那些 推荐的寒装的服饰店 有多好看 我觉得也还好 然后 那些衣服的话 质量 就是不必为了打卡 去买而买吧 就是 所以我就挂到哪家店 我觉得 我很想要 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 我需要 然后去买 首先 首先就是 在一家 就是 那里有超多卖布袋子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当然我知道这种布袋子 在这里 就是在中国也是有的 绝地是有的 但是呢 我当时就是 只背了一个鞋 胯包 我就需要一个袋子 去collect 我后面要放 就去放我后面要 要买的东西 哎呀 就是这么一个包包 在淘宝上也有 后来我回来之后 我就随便一扫发现 淘宝上有卖三十多块钱 三四十块吧 然后呢 当然可能 幽绿宝有更便宜的啦 Anyways 我这个买的话 当时它开价是 300好像还是290 我就斗胆跟他说 180 180株怎么样 就丢 就买了 180的话 反正也才三多 可以 非常可以 接下来我买了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没有必要 It's too heavy 中国也有 但是最近就是 爱上了马克杯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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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的 阿里粉 你知道 这个喝点什么 小热牛奶 小加菲 都是很不错的呢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我妈妈很喜欢 这种小杯杯 然后给妈妈带一个 当然 我也会用 然后 就是一个非常特色的 很可爱 有很多寺庙元素的 你看 这两个呢 是 合起来 它这个标价是250 这个标价是 180 还是多少来着 反正呢 我当时就是一整个 砍了两次 是250 拿下了两个 Yes 250 那就是50块钱两个 也可以了吧 对吧 挺好看的 算很重 但是我觉得背回来 我喜欢 我当时在淘宝搜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 类似的 在 去城市 不是去城市 我在明创油品买这个 也蛮好看的 都已经20块了 所以这个两个盒起来 50块值得拥有 觉得我第一天 常买的肥皂 不太够分给我的朋友 我又看到一家 有卖肥皂的 我又买了 所以 这一家的肥皂卖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小山竹 这个做工也蛮好 coconut 还是一个 elephant 然后呢 这个是个 玉兰花 但是我不得不说 就是在炸毒栅买的 这几个的味道 没有 那个 在 在 Terminal 21 买的那个味道清新 这个香精味有点浓郁 把这四个 100株 接下来又继续走走逛逛 然后就看到了 一家卖袜子的店 我就很喜欢这种 微笑的元素 我就买了 它其实是 100株 6双 然后呢 我就想说 我也不需要这么多 我就问它 可不可以100株 3双 然后 他说 不是 不是100株 50株 3双 然后他说 OK 那小女生 OK 10株 10块钱 3双 那肯定要买啊 而且质感还蛮好 接着呢 又走走 又逛逛 然后又看到了 一家卖T恤的店 这其实又是一家 男装店 我觉得泰国的那个 怪不得 那些泰国男生 打扮也蛮好看 因为泰国的男装 也很好看 然后但是 size可能又太大 可能女生穿起来 效果就没那么好 但是真的很好看 像这个其实它是男女同size吧 它说男女同size 然后这个是S嘛 然后 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白T 图案我就很喜欢 然后这个好像是200株 like it OK 然后最后的最后 就是来到了 这个大袋子盖 为什么买这个大袋子 其实可以不用买 也不是说有多喜欢它 但是这个大袋子 为什么会买到呢 因为我就是怕 我自己行李超重嘛 然后我就 我就想说买一个大的这个编织袋 就是 当时只是想买那种条纹编织袋 几块钱的 就是可以直接拎上 拎上飞机 但是一直找不到 就是你知道错过了 就是没有 然后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它很 也不是很好讲价 反正就是60到80的民币之间 很大 很能装 那花纹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啦 然后 结果后来也没有用上 因为我行李没有操纵 好啦 That's it 所以呢 泰国之行呢 就是我感觉到这次的 就是它的物价没有像 大家想象中的 就是说 人家东南亚国家 就是比你便宜多少 但其实也都差不多 而且交通费也蛮贵的 然后吃的上面呢 就是商场里面的 跟咱们这边商场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今天是所有的 见到下一次 再见 拜拜